接下來的例題跟練習 剛才的做工基本上是用力量乘位移去做的 下面的題目基本上是要用做工式能量的改變去做的 10秒鐘將100公斤的東西抽高5公尺 請問你馬達的功力是多少 這裡當然這題你還是要用力量乘位移去算做工也是可以啦 但是呢我們用所謂的能量改變來做 那麼 抽高嘛 增加什麼呢? 衛能 所以就是衛能變化 所以功率就是做工處理時間 做工就是能量的改變 這裡是衛能的改變 衛能怎麼算? mgh 正確是delta1 然後mgh 我講過正確的就是delta h嘛 對不對 正確的顯示delta h是衛能的改變嘛 好像沒有問題 所以就往裡面帶 好 19.85 然後花10秒鐘就算完了 答案就叫做495 這就是跟剛才一樣p等於t分之w 只是你算w的方法 剛才是用力量乘位移 現在是用什麼?能量的改變 能量的變化 然後跟他類似的題目 這一題 5分鐘 1立方公尺抽高 3公尺高 這裡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他沒告訴我質量 他只告訴你1立方公尺 所以你還記得怎麼從1立方公尺換成質量嗎? 第二個還有一個小問題 還有一個小問題 好 p等於t分w 要把時間帶進去的時候還有一個小問題 然後應該多少 1立方公尺多重喔 如果你有被我以前教的東西 你就直接知道了 不然你就要自己做單位換算 你就要自己做單位換算 好 它多少? 它功率有多高? 做工的結果就是能量的變化 我把它增加它的什麼能? 怎麼算位呢? NGH 然後就算出來 然後就帶進去 答案就出來 OK 多少呢? 多大呢? 應該找到一個是 為什麼我抽不到女生啊? 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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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答案 你的答案 你答案選B喔 請坐 做工處理時間叫功率 做工就是能量的變化 這一題是未能的變化 然後 T分是W Data1 MGH OK 好 就帶 質量就是1000公斤 如果你有被我當初要你被的 水的密度是每立方公分一公克 每立方公分是1000公斤 你就直接寫1000了 或者你就要自己換算 自己換算 然後機質 然後這樣 然後再一個5乘60 什麼意思啊? 秒 秒 他給的是5分 他想小問題嗎? 他給的分鐘 分鐘要換成 秒 然後後面就是數學喔 就是數學 所以答案呢 選B 最後這一題呢 是歷史上唯一的一題 你也沒有辦法用力量成位移算 因為你最後那個噴出來你算不出力量算不出位移 這是歷史上唯一的一題 同時有動能改變跟未能改變的 別的題目要嘛就是改變動能 要嘛就是改變未能 這題是抽起來又噴出去 所以有動能改變跟未能改變 然後你這個 動能 未能改變你還有辦法用那個MGH去算 歷史用那個力量成位移去算 可是那個噴出來動能 你會不會問你沒辦法用力量成位移去算 你沒有力量也沒有位移嘛 但是只能用能量變化去算 所以我告訴你 它有兩個能量變化 一個是動能變化一個是未能變化 然後呢就算出做工 然後代用公式裡面T分是W 那一樣還有一個小問題 跟剛才一樣有個小問題 一樣的小問題 然後呢就算出來了 好做工的方法是力量成位 做工的結果是能量會變化 這題有動能變化跟未能變化 有兩個變化 那它應該是多少 它應該是多少 還是有兩個變化 那它應該多大 27 你的答案多少 你的答案C喔 你答案C喔 請坐 功率 功率又是做工處理時間 做工的結果就是能量的變化 這題有動能變化跟未能變化 所以T分是W 等於DataE等於MGH 後面這個動能啊正確的顯示 2分之1mV2平方 減2分之1mV1平方 有個沒動能要減掉出動能 可是因為它根本就沒有出動能啊 所以是0 所以沒有減也沒差 但是應該是要一個 要有一個沒動能減出動能 然後呢 就往裡面帶就好 然後就往裡面帶啊 就往裡面帶數字 MGH 600公斤重 然後9.8 20公尺高 然後再噴出去2分之1mV1平方 然後時間跟剛剛一樣 要換成什麼 秒鐘 6 然後就算完 所以答案就應該選的是 豬 這就是第二段的內容 一樣是T等於T分是W 不一樣的地方在 之前做的叫做做工方法是力量乘位 後面這個算法叫做做工的算法 是用能量的變化來算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的部分 OK嗎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